學歷史 哈囉大家好 我是華倫 為什麼不要學歷史 因為學歷史 會讓你了解到頂層階級的思考方式 成為他們的競爭者 所以他不希望你去學 還有學歷史 會讓你看到許多前人成功及失敗的案例 你的競爭對手想要好好的睡個覺 所以他也不希望你去學 最重要的是 學歷史 會讓你了解人性 你的老闆以及同事 都希望你保持天真的心 所以他們更不希望你去學 就是因為這些原因 接下來我要跟你說的是故事 而不是歷史 今天主題是 說服理性的人要用利弊得失 我們上次說到 秦靖兩國聯軍攻打著鄭國 結果鄭國派出一位能言善道的人 去離間著秦國 這人是誰呢 他的名字叫做祖武 這祖武啊 可是個垂垂勞矣的老人啊 那他有什麼辦法 來說服這秦木工呢 就像今天主題一樣 說服理性的人要用什麼 要用利弊得失啊 祖武知道啊 這秦俊兩軍一東一西 彼此分開並不聯絡的 所以當天晚上呢 他叫人用繩子把他放下城去 他獨自一人呢 要來見這秦木工 但是哪這麼容易啊 隨便一個老頭來到秦軍陣前 秦軍怎麼可能隨隨便便放他進去呢 於是 祖武開始在這秦軍陣外大哭了起來 秦木工聽到這哭聲呢 問了下面的人 誰啊 在這軍陣外面大哭啊 士兵告訴他 四個老人說要見你 被我們擋在門外了 所以他就大哭起來了 秦木工說老人 哎呀老人有什麼威脅 讓他進來吧 我問看他有什麼事情 祖武進來之後呢 見了秦木工 他跟秦木工說 他自己是鄭國的大夫 秦木工問 你是鄭國大夫 那你跑到我秦軍陣外來哭什麼 祖武說 因為這鄭國就快滅亡了 秦木工說 那這跟你跑到我秦軍陣外來哭 有什麼關係啊 祖武接著說 是啊 鄭國滅亡與你無關 但一旦鄭國滅亡了 秦國的好日子就不多了 我是因為這件事替你秦國掉淚啊 秦木工一聽非常生氣的說 生我秦國的好日子不多了 你給我說清楚 若不說出個道理來 我就提早送你去見你祖先 祖武說 秦工啊 這秦進聯軍 鄭國一定會亡 我就不用多說了 但是我很好奇啊 這鄭國滅亡之後 對你秦國是有害無益 你為什麼要出兵幫忙呢 秦工冷冷的笑說 哦 鄭國滅亡 對我秦國有害無益 你倒是說說看 這是什麼道理啊 祖武接著說 這鄭國一旦滅亡 這鄭國土地 是要給靠在鄭國旁邊的晉國 還是給你這個遠在天邊的秦國啊 這鄰國變強 對你秦國是好事嗎 你想 這靖文公一上任 就將靖國的軍隊 從二軍擴增為六軍 他的意圖還不明顯嗎 他的意圖 不只是要稱霸 更是要兼併天下諸侯啊 你秦國之前對靖國這麼好 結果靖國是怎樣對你們的 答應給你的武作成辭 要不是你秦國在龍門山戰勝 他會給你嗎 另外你送靖文公回國 那靖文公回國之後 有給過你什麼好處嗎 他今天往東可以滅了我鄭國 佔據中原的要道 那他明天想往西時候 一樣可以拿你秦國開刀不是嗎 你還記得國國跟漁國的故事嗎 靖國借到漁國滅了國國 之後又馬上滅了漁國 靖國這種翻臉比翻書還要快的做法 可是有潛力可循的啊 更何況你想想看 這兩國還跟他同姓呢 他靖國都下得了手 你秦國跟靖國有同姓嗎 不同吧 所以對靖國來說 下手應該沒什麼障礙吧 秦目公聽完之後呢 陷入長長的思考 一旁的白裏西告訴他 祖公 這祖武呢是個善於說話之人 他說的話擺明就是挑撥離間 不要相信他 但是不相信就不會去思考啊 祖武看到秦目公不講話 他知道秦目公已經動搖了 接著他加把劍說 若是秦公您願意撤軍 我鄭國願意放棄楚國 改侍奉你秦國 你可以留下部分的守軍在我鄭國 將來若是東方有事 我鄭國可以做你的前導 這樣對你秦國才是有利你說是吧 秦目公聽完之後覺得 嗯有道理 所以他決定接受祖武的建議 與這鄭國呢 私下定立盟約之後 率領秦軍撤離鄭國 祖武能說服秦目公的關鍵啊 在於秦目公啊 也擔心晉國太過於強大 而這晉國的強大啊 將影響將來秦國對東面的發展 這當然不是秦目公所樂見的 就算這晉文公仍在好 他不會與秦國交惡 但是晉文公會老會死的啊 加上秦公自己年紀也不小了 他總得先計劃一下 若是將來 新的晉國國軍上任之後 若與秦國交惡 這秦國應該如何處理啊 所以祖武的建議 就算他知道是挑撥離間 他也聽得進去你說是吧 若你有其他的想法 也歡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給大家哦 好啦 我們今天先說到這 如果你就是不聽我的勸 想知道完整版的故事內容 你可以從說明欄 找到我愛故事頻道的連結 不過記住哦 你是來聽故事的 而不是來學歷史的 要是您喜歡這個頻道 麻煩您動動你的手指 追蹤留言 或是給我五星評價的支持 以及分享 謝謝您來收聽 我們下次再見